上次有一个报告 他们认为虽然港府的来港议和回港议安排 对改善大中华地区人口流动有正面意义 但就不认为会提高访港旅客人士有实际的帮助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内地和澳门是否愿意真的相应 放宽由本港入境的免检安排 上次相信随着本港的疫苗接种比例进一步增加 更多放宽通关措施就会逐步出台 特别看什么呢 顾分包括友邦 因为内地居民可以跨境游来买保险产品 本地零售行业和澳门岛业股 说一下就是友邦 其实他就连升了三天 到今天中午就终于要跌下来 暂时来说是跌六毫半至94.3 究竟来港议这个启动 是否就是友邦本港业务转世的开始 股份是否仍在现水平及南 我想来港议对他来说是帮助不会太大的 因为始终的名额也有限 而香港这边的新业务价值仍然都会弱一点 所以现在有邦的股价 会继续在目前这个90元左右的水平浮沉 主要都会看回它 譬如说内地的业务和其他地方的业务 新业务价值的增长的动力 可不可以维持 至于刚才提到的中、港、澳、三地的互相通关 所以这个消息才会真正刺激到 如果落实的话才会真正刺激到 这个邦邦的股价可以有一个强的声势 那怎么看澳门的赌业股呢? 因为澳门其实早前已经恢复了 业务通关 但是博彩业 其实大家普遍觉得 港澳也要恢复通关 才是一个业界复苏的指标 其实澳门方面 因为疫情影响 8月份的倒收 就是今年以来最少的一个月 接下来港澳也变相恢复通关 可以经港珠澳泰桥 今天看到一些澳门股 其实也有一个反应 看到也涨得很好 银月更加涨成超过4% 一度金山银月就是最强势的蓝筹 究竟来港业配合 还有月澳三地人流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赌股是否有机会 是可以带来一个更加正面 更加大的刺激作用呢? 我想会很多 因为我们看到 之前赌股都比较小 因为内地疫情是比较反复 现在都受控了 还有内地和澳门之间 亦都是回復正常的往来 所以这会令到赌收方面的数字 逐步回稳 甚至是好很多 特别是黄金周假期的时候 所以澳门股来说 加上环琴各方面的政策的推动 都会对澳门股来说 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我自己觉得短期来说 澳门股的走势会反复 特别是在国庆前 炒这方面的憧憬会越来越强 炎股的足够 炎股的顿 超级的变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